都沒有被誘過嗎 我們其實還好 因為雖然我們玩團 可是 老生都被麥基騎走了 麥基騎最有一個 超大型的 食品 真的 當年的那個風光史號 最厲害有到百人展嗎 蛤 你什麼歌迷粉絲 這個 畢竟大家都活到一定的眼睛 有喔 不否認耶 欸 欸 2000年出道的樂團SO1 雖然一度修團 但相隔15年再推新專輯 沒想到團員除了對音樂專情 對另一半也超專一 老老我就是 就是需要尊重的一個 對一個生物 老大褲子 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 沒有他們已經30年了 所以不是開玩笑 國中就開始 國中初戀嗎 對 他有我的初戀 我12歲跟他交往的 12歲跟他交往 未成年欸 對啊 交往沒有說要幹嘛 神經的愛 我們到18 到16歲才牽手 哇 4年牽手 太神經了 那4年在幹嘛 蛤 神交 是心靈的 柏拉褲子 交心 交換日記嗎 沒有交換日記 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 那麥姬呢 我覺得就是 互相信任要給對方自由 那你怎麼浪子回頭的 其實我是被求婚的 然後 就第一次被求婚 欸好像沒結過婚 不然就切 開玩笑 對那你說一下 你說一下 就是要跟 跟他說實話 你呢 你呢 基本上是一樣 但是我覺得我自己的一個小 小秘方啦 就是小別勝興奮 導致一個新鮮感 所以現在他老婆是屬於分居的狀態 他老婆是日本人 對 OK啊他在台灣嗎 在台灣 他在台灣住很久 因為我之前跟著五月天巡會 所以我可能一個禮拜 可能每個禮拜都會出國 然後就是我覺得保持這種距離 然後回來的時候就會特別興奮 對 特別興奮 除了這玩音樂的部分以外 另外一個身分是 內衣產業 內衣大人 對 我在英國日昌的內衣公司上班 他曾經還一度以為 這種東西拍攝過程有潛規則 就是 我想聽 第一次 我們公司 公司產業品牌 然後第一次要做這些拍照 我就找一位廣告公司的朋友幫我找model 然後他說 那個model 這一個可以嗎 那找人 那潛規則 你要 不要 我說什麼潛規則 那旁邊電話他就去找你啦 對 然後我說 真的假的 然後我就超緊張 然後他說 我說不行了 然後我結婚了不行不行 要不然我問一下我老闆好了 我老闆就 屁啊哪有這種事情 你剛剛丟口水